今天郭台銘最新的說法是 郭柯佩的問題初選明朗後再說 初選如果輸了就不是輸了嗎 贏了就是他啦 怎麼還有選後再說呢 那我先請教他時期 你剛剛看這麼霸氣的郭台銘 為什麼會掉眼淚 我覺得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說其實他的陣營 在面對大家詢問說 你會不會脫黨參選的時候 其實他的陣營都講得非常保守 到目前沒有這樣子 到目前 他一直要加到目前 那所以接下來會怎樣 我覺得那個情勢的變化還很多 第二個程式是說他為什麼要哭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哭 可能心裡面有非常多的委屈 7月9號 因為他的陣營其實罵黨中央 罵得非常猛 這幾天不管是發言人 或者是郭董自己 他都炮轟黨中央 然後你們放縱韓粉這個樣子 這個黨會完蛋等等的 我覺得他有很多的委屈 可是你在初選 你的主軸要清楚 你一方面又是一個英雄式的 霸氣的大老闆 你一方面又要示弱 因為他講的話其實很喪氣 哭的時候講那段話 其實還滿喪氣的 那所以我覺得那個軸線就不清楚了 那所以你要表演哪一套 我看不出來 這樣有夠沒差 郭董你練也練給別人看不見 對嗎 只有紅甘東 紅同學 我認為郭董從頭到尾的策略 選戰策略就是錯了 他一直在講說國民黨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掉過眼淚 從來沒有 因為他一直都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他是硬漢 他是一個非常有霸氣的人 他要做的是一定要做到 怎麼會哭 你怎麼會哭 而且我覺得他一直在說什麼 要三贏要三贏 然後這個韓國瑜要 應該要留在高雄 你是參選人 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 應該是我們 在分析國民黨接下來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做這樣 他這個時候他還要勸退 勸退那個 對嘛 哭著勸退 你們都同樣是參選的人 你不要選啦 你這樣子會輸 國民黨會戲啦 我覺得沒有道理 毫無道理 我覺得他完全錯亂自己的角色 毅副兄你怎麼看他的眼淚 他的眼淚喔 其實那一天其實是7月9號 晚上的專訪 那一個 我所知道是去專訪的記者是半小時前接到通知叫他去的 蛤 半小時前 對接到通知 請問一下我們該國媒體 誰何德何能說半個小時記者就跑過來一定要給你專訪 資源多你看多好用 拜託 百點鐘 百點鐘叫我們去吃飯我們也不客氣 那一天是7月9號 那一天是7月9號 7月8號開始做民調 到7月9號 大家都有去監聽嘛 當然監聽完我們也去問了一下嘛 都去問了一下 其實第二天第一天 據說啦 第一天 其實雙方還很近 韓只有小營一點點 第二天 韓大營這個拉開來 就是7月9號 所以7月9號 當天又找了記者去專訪 又在那邊掉眼淚 又在說韓國瑜怎麼樣 其實為了什麼 就是7月9號輸了嘛 大輸了嘛 其實你看郭台銘的動作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就你還要再去問說 國民黨的初選民調誰贏嗎 現在現階段誰贏 你看郭台銘的動作越來越大 就知道他輸了嘛 這還用問什麼呢 這根本連問都不用問了嘛